三种食物会堵血管,多吃麻烦盯上你 大家好,我是终于郝医生 俗话说,血气预至百病犹生 其实古人所指的血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血管及血液的循环系统基本相差不大 而依照科学的眼光来看 身体中的血管是血液运输营养、氧气及代谢废物的主要通道 所以如果这个通道出了堵灾甚至堵得较死的话 那么外刀四肢八孩,内刀五脏六腑都难免殃及吃鱼 日常生活中如果多吃这三种食物容易导致血管淤堵 大家要注意了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及学习当中 就应当维护血管健康的工作摆到较为重要的位置上 具体而言就是要少给血管增加压力 并且远离那些容易让血管出现堵灾情况的饮料及食物 保持血管健康,请远离下列三种食物 第一样,高油脂、高热量食物 首先,无论对于血管也好 还是说负责给血液提供动力的心脏也罢 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油脂类食物 而在油脂类食物中占据大头的火锅、烧烤、炸物及部分点心中 不乏出现因需要节省制作原料而掺入反式脂肪的情况 且即便不掺入反式脂肪 这些食物本身也大量带有可使血液变得粘稠的饱和式脂肪 其中,关于反式脂肪 依照实验数据来看 如果我们的一餐中多增加2%的反式脂肪 那么血管和心脏的健康程度就会下降25%左右 另外,倘若长期大量的接触到反式脂肪 除了心血管要遭殃以外 作为我们身体控膛中心的胰岛也难逃其害 虽然说饱和式脂肪相较反式脂肪而言弱上一些 但是这种脂肪含量的增加 也会稍带着血液内胆固醇含量的升高 而过多的胆固醇会渐渐沉积在动脉血管内 接着随着时间慢慢让动脉血管愈发狭窄 第二样含盐量丰富食物 虽然说水不可以不饮,盐不可以不吃 但是无论水也好,盐也罢,二者都不宜过多摄入 其中要是人养成了长期摄入高盐饮食的习惯 那么不仅会刺激身体,使细胞水分更易流失 进而影响到身体代谢外 高盐饮食还会降低血管的扩张性 并令身体出现高血压的几率越变越高 因此当我们的菜盘里出现咸菜、腌菜、腊肉等腌制类食物时 请一定要记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每日食盐不超过5克的警告 第三样高糖食物 虽然糖分是支撑我们活动的主要功能物质 但倘若吃的过多,多余而未被消化 利用的糖分便会转化成为脂肪 而脂肪的增加不仅会使人更易肥胖 同时也容易让血管因过分扩张受到伤害 人的血管就像一条水管,关乎着身体各个部位的运行 血管一旦堵了,其他身体机能也会出现障碍 血管内一旦有血涮形成 就像在血管内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非常危险 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如果发现血压血脂有异常,即使就一条例 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评论区留言 我来帮助您,点击关注,不迷路 中医好医生,帮您少走治病弯路